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真正祥之道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在半夜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收到一封信 那這封信就是Google希望我們來去 針對它的租稅的部分 要去填寫一些申請書 那很多人看到的時候就會撒到說 這個東西我到底該怎麼寫 來 在我講內容之前 如果你本身有朋友 他有去美國做所謂的打工遊學 或者是本身就有在買賣美國股票 美股的話 你都可以去請教他們 老師如果我有朋友公司 他開公司跟美國這個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的狀況 可能跟他的狀況 公司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OK 那如果你本身是個人型的YouTuber 就是你可能自己在做事情的 或者是你還是用自己的名義 跟Google再去領錢的話 那麻煩你就按照我這個方式 來去做填寫 OK 一個都不能漏喔 老師那我到底要怎麼做 很簡單 等一下我這黑板讓你們截圖 你就把它當成是講義 然後你一邊聽我的影片 一邊看這個部分 再去用電腦填寫 這樣就很像在上課囉 OK 好讓我讓開一下給你們截圖 好了吧 來我們來看喔 來記得喔 這份如果你沒有填寫的話 在5月31號之後 你所有的收益 都會被視為在美國境內的收益 那就會被扣非常高的%數 上面是寫24% 可是你填完的時候發現 其實它是扣30% 我跟你講這種繳稅很尷尬 為什麼 我如果交給台灣政府就算了 對不對 交給美國政府 賣金 就這麼簡單 可以喔 那底下的網友 不要在那邊給我政治留言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趕快跳去別的頻道 OK 那老師 那我到底什麼樣的東西 會被課稅 難道我寫這種東西 會不用被課稅嗎 不是 寫這個東西 如果今天你的觀眾 不管是你的廣告收益 或是你的超級留言 只要是來自美國本土的話 OK 那就會有扣稅的部分 當然 老師那像什麼 像譬如說你本身製作的影片 跟國外有關的 就是外國觀眾朋友比較多的 那你自然可以在你的那個 YouTube 然後的Studio 那個工作室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再來就是有一些對岸的網友 他可能翻牆的時候 是由美國的伺服器 連到這邊來 這個時候 他們所接收到的廣告 也會是美國的廣告 那個部分的收益 就會被扣掉 OK 好 來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開始按照我的方式來寫囉 那一開始 就是你會看到第一個 就是美國的稅務資訊 他問你帳戶類型哪一類 記得個人 你是不是美國公民 你不是 你選取的稅務表單類型 記得W8B1N 他有另外一個 那個是公司行話填寫 那個不是你填寫的 那個你不用緊張 你是個人的 就跟著我走就好了 然後開始填寫表單 第一個 就是你的個人姓名 如果你本身 在YouTube裡面 不管你今天獲取收益的部分 是用西聯匯款啊 或是用 就是他直接電匯到裡面來的話 你都會有顯寫 你護照上面的英文名字 記得全部都要大寫 再來你的國籍就是台灣 這個可以選 再來第三個 很多人這個部分是忘記填寫 這個一定要填 這叫外國人士的TIN 你不要管他在填什麼 你就把你的身份證字號填上去 你會把他的身份證字號填上去 因為他後來會形成一個表單 那個表單的那一格 本來就要填身份證字號 一樣去問你本身 有買賣美股的同學 他那一個是一定要填身份證字號的 再來你的地址 地址要特別記住喔 郵遞7號 這個要自己寫 三碼 你要5碼也可以 那3碼就好了 來你的縣市 還有你的城市 這個都可以自己選的 再來地址行1 記得去寫英文 這個英文怎麼做呢 你到中華電信郵政 你打什麼地址英文 他就會出現 你就把他的部分複製過來 但是你記得喔 你複製只要複製 接到門牌和你的樓層就好了 因為你是哪一區 或者是你是哪一縣 哪一鄉 這個部分前面都已經寫好了 所以後面就不用寫了 再來有一個格子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以上寫的這個東西 它是你的戶籍地址 就是你身份證後面的那個地址 對吧 來 那如果你本身想要記的東西 譬如說你居住地對你的戶籍地不一樣 那你這一格就不能打勾 那變成是你下面還在寫一個你的郵寄地址 這樣聽懂嗎 上面那個地址是你的戶籍地址 下面那個地址是你的郵寄地址 那如果你打勾的話只要寫一個就好了 OK 那馬上進入到下一個 下一個就租稅協定 你是依據租稅協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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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們跟美國完全沒有租稅協定 所以這一個記得要填否 再來就會出現一個文件預覽 就是這個W8BN的這個表格 他問你本人是否確認已詳略 打勾 那旁邊那個東西你點開來的話 他會在另外一個視窗 另外一個分頁出現 你可以把它存檔 這就是你的記錄 OK 然後再來就是稅籍證明 就是開始要你簽名 不用 你就把這一格一樣一模一樣的 護照英文名字寫下去大寫 那因為你是本人嘛 所以你記得 你是否為簽名所列的人士 記得要選是 然後呢 再來就很重要了 再來就是在美國境內 我看一下大字報 所進行的活動和提供的服務 以及竊節書 OK 那第一個就是你的稅務身份 所列的個人或實體 是否已在美國Google所執行的 怎麼那就是他 你有沒有在美國裡面做事情 答案當然是否嘛 啊否的話他要你在打工 要你保證 對當然在打工 廢話 再來就是狀態變更的竊節書 欸 你是針對新的款項 所以是第一格那邊 記得把它打圈圈 OK 然後直接send出去 OK 那就大功告成啦 好那5月31號以後呢 他就針對你的美國的部分 他會扣取款項 至於會不會退給你 你看拜登開心不開心 他開心就退給你 他不開心就不要退給你 對吧 那如果反正這個東西 我們既然有收取人家錢 繳個稅是很正常 雖然繳給美國 我知道你非常不爽 OK 好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留言 訂閱 訂閱 分享 分享 給那些同樣都是個人型的YouTube的朋友 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樣 我有會員 你也可以加入喔 如果你想多看一點數學題的話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